这是买股票的那个钱 钱汇到他那边 你汇到他他那跑掉就不见了 原型在银行柜台前浩言相逊 因为富人上了诈骗集团的档还浑然不知 好在被机警航员发现及时报警 才没让他赔上毕神积蓄 钱一旦出去 你没有办法去 得到一个安全的交易 台湾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内政不统计从去年到今年2月 最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网购 高达6791件 再来是投资诈骗 另外还有5084件的解除分歧诈骗案 其中又以投资诈骗案受骗金额最高 除了国际上的主要国家 这个诈骗案的一个状况 也都持续了一个上升 当然我国也面临严峻的一个挑战 诈骗已经成了新形态的犯罪温床 10号上午内政部长林佑昌 也针对诈骗议题提出新政策 打诈钢领升级1.500 内容包括加强校园宣导 增加个资的隐蔽性 在网路上刊登广告 也要踩实名制 杜绝假消息流窜 而刑则方面也强调 绝对加重再加重 过去诈骗的一个行为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是比较轻罪 但未来不会 它会变成是 政府重点打击的一个对象 最快本周向行政院长 纯建人报告后就能上路 同样也是治安问题 几方在明人会春酒后 积极扫黑弃毒行动 也成了国会的讨论议题 强调打击犯罪不以余力 也积极和社区平台合作 下架诈骗讯息 防止假消息流窜 让所有不法分子无所遁心 进行为李彦张检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进行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